看清楚了处理小龙虾真的很简单 只需要简单的5步 先加入一勺食用小苏打 加入清水 多给它搅拌一会儿 然后浸泡个10分钟 这样能够软化脏东西 再用刷子反复的刷 小苏打泡过以后很轻松就能刷干净 转住它的大钳子 然后再用剪子45度角剪下去 这样里面的砂囊 还有黄黄的脏东西就都露出来了 然后再剪掉虾嘴 这样里面就干净了 然后再用手转住小爪子 轻松的往下面一拉 这样虾塞就全部出来了 这个是过滤脏东西的 一定要全部都给它拉出来 小龙虾有三个尾巴 转住中间的左右各拧一下 再轻轻一拉 整个虾线就都出来了 这里是排泄脏东西的地方 一定要去掉 像这样简单轻松的几步 就能够处理出特别干净的小龙虾 你学会我这样做 以后再远不用吃 脏脏的小龙虾啦 就能够处理出品的小龙虾 东西都会这么做 感谢观看